来今天我们是一个小腹的最最入门的训练 先来啰嗦一句啊 想要小腹平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体态 尤其是不要骨盆前倾 来把你的骨盆想象成一盆水 把它摆正 这样子你的小腹自然就收回去了 如果要是前倾了 你就算是个瘦子 看起来也是有小肚子的 首先我们来躺到垫子上 做好准备工作 躺下就要把骨盆摆正 就是让我们的腰部贴牢垫子 千万不要底下空出来一大块 甚至能伸进去一个拳头 让腰一直贴牢垫子啊 练下腹主要就是宽屈 所以它大部分的动作都会带到腿 相对会比较难和累 我也出过好多练下腹的视频了 今天是最最最简单的一期 可以先从这个练起 然后再一点一点进阶 我们先来把腿伸直 把脚背捧起来 脚跟向后蹬 左腿压势垫子 右腿做屈伸12次 激活一下右边的下腹 腿伸直的时候吸气 向上抬的时候呼气 看一下我的腰始终是不离开垫子的 右边的下腹是有发力的感觉吧 然后来右腿压势垫子 左腿做屈伸12次 抬腿吐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 这一套动作产后复制肌分离 都是可以做的 并且对修复复制肌分离也有好处 然后把腿抬起来 抬至桌面式 你可以稍微抬一下屁股 让你的背部更加靠紧垫子 然后我们来把双手 按到左边的膝盖上 去屈伸右腿 按住你膝盖的手和腿 要有对抗的力 这时候你感受你右边的腹部 应该发力感会非常的明显 核心收紧向下沉 不要让你的腹直肌向外捧出 也不要让你的背部拱起来 然后来休息两秒钟换另一条腿 来先把腿抬至桌面式 背部靠住垫子 两只手去压住右边的膝盖 你只要压住它就有一股对抗的力 就是你的腿要向你的胸部走 你的手不让 稳定好你的骨盆核心 去伸直你的左腿 接着两条腿恢复成桌面式 轻轻地下落点一下垫子 然后再抬起来 全程腰不要离开垫子 用下腹发力曲宽抬腿 脚尖像蜻蜓点水一样 轻轻地点一下就可以 前期你感觉不到小腹是否在发力 就把手放到小腹上 它应该是硬硬的 胀胀的 好你们可以休息五秒钟 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的进阶版 就是反向卷腹 可以跟着我试一下 就是用下腹发力把臀抬起来 脚尖是不挨住垫子的 然后它的更紧接板就是反向举腿 下腹发力把腿举至最高点 好休息好了 我们接着来 先把两个手臂打开 暗示旁边的地面 左边的腿抬起来 向右边转 点一下地面 然后再恢复 训练我们左边的腹斜肌下部 所以就要用腹斜肌发力去转动腿 尽量让我们的两个肩膀都不离开地面 手臂可以打得再开一点 暗示地面 稳定住上半身 腿转的时候吐起 恢复的时候吸气 好稳定住上半身 把右腿抬起来 向左转点一下地 去扭转你的腹斜肌 尽量让你的两个肩膀都不离开地面 脚尖如果要是点不到地面也没有关系 只要腹斜肌发力就可以 之后我把两条腿都抬起来 左右转 并且上下交叉 就像一个大剪刀一样 还是左右腹斜肌发力 胳膊压实地面 尽量不要让你的肩膀离开地面 好你们来休息五秒钟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动作的进阶吧 就是你的腿在底下画圈 好休息好了 我们再把腿抬起来 抬至桌面式 然后腿向前伸直再回来 这个就是要注意的是 腿向前伸直的时候 腰不要离开垫子 腿靠近胸部的时候 把气吐进 吐气的时候 腹部就要向下压 不要让腹直肌向外膨出 好腿不要放松 向右转 然后把腿伸直再恢复 再向左转 把腿伸直再恢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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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手包住大腿后侧 下腹发力坐起来 脚尖点一下地面再躺回去 然后再下腹发力坐起来 把你的背向前拱 这样子还能按摩到整个脊椎 来滚的最后一下挑战一下 把腿向前伸直 然后我们来V字支撑15秒 好训练结束 最后来拉伸 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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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训练